我們接下來進一道第十章 Spontaneity, Entropy and Free Energy 自發性 你們有沒有自發性? 看是什麼的自發性? 是自發性睡覺的自發性讀書 但是任何世間 只要每一個現象一個化學的反應 或者是物理的現象 都有一個自發性 那個自發性叫Spontaneity Entropy 什麼是Entropy? 亂 亂度 Entropy 什麼叫亂度? 傷 亂度 亂的程度 但是亂的程度你要怎麼去定義它? 那這一章裡面還要講到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幾乎就是熱力學的核心 叫Free Energy Delta G 好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繼續進階 看這幾個熱力學的參數 什麼叫做一個自發反應? 一個什麼是自發性? 自己去發動 自然而然就發生了自然的發生的方向的一個趨勢 without any continuing outside influence 在不受任何外力的影響下 就能夠自發的一個過程 那就是自發反應 自發的過程現象 比如說你們不需要老師這種外力去Push你們面書 我們自然而然就會回家就會面書 自發一點 那一個過程什麼叫自...為什麼一個過程 有的過程拿去自發 有的過程是非自發 跟什麼有關係? 能量 跟亂度 跟Free Energy都有關係 跟自由能有關係 跟自由能有關係 比如說一些例子 那個鐵生鏽是不是自發? 是啊 the rusting of iron occurs spontaneously 那冰的融化 在室溫下融化是不是自發? 但是 the water spontaneously freeze and rain temperature 它在室溫下會自發性的結冰嗎? 不會 不會 所以這個自發的現象值得 我們好好地探討一下 那要探討自發的之前 有一個很重要的熱力學參數 叫entropy S 我們一般用大S來表示 entropy 商 一個火 一個商 那面商 好 那entropy它是對一個體系 System 我們之前講 才講過System Surrounding 跟Universe 我們這邊針對的是System 所以System 這個體系它的亂度 它散亂的程度 a measure of disorder or riddance 善於亂的程度 好 那 亂度越大是自發還是非自發? 對於任何一個自發的反應來講 它的亂度你覺得會變大變小 對於自發 對於自發 對變大 你只要去想像一下你的房間 不會自發性的變整齊 但是永遠會自發性變亂 你就可以去體會這個事件的道理 好 那個delta S 永遠大於0的話 disorder增加的話 永遠都是比較 favorite spontaneous 就是它自發的 delta S 小於0 那就是非自發 通常是disorder decrease的時候 它是非自發的過程 好 那這個亂度我們要怎麼從 微觀的角度下面去看 因為通常你有沒有發現 在熱力學 在探討熱力學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宏觀的現象 通常他探討的是一個集體 譬如說在一個container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氣體分子 一個集體的現象 那從微觀的角度來看 我們怎麼去體會亂度的這件事情 來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現在有兩邊的container中間用的法 把它隔開好了 那你如果把這個法打開 法打開的話 自發的現象是什麼 它應該會跑過去 對不對 它不會說集在這一邊 為什麼 因為那邊比較空 我們只在觀察 為什麼那邊比較空 它就要過去 對啊 當然我們可以說它會擴散或易散過去吧 這個是我們好像習以為常 欸對有講到關鍵了 所以我們看起來某些現象好像很習以為常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就是看到這樣的現象 已經在我們腦子裡根深蒂固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跟亂度有關係 那為什麼它過去 我們就說它亂度比較大 能量 能量 對你可以從能量的觀點 說它能量比較低比較穩定 那我們剛剛說 我們要從亂度的觀點 去定義什麼叫做亂度 對於一個自發反應來講 它的背後的驅動力 是整個 這個宇宙永遠趨向於最大亂度 亂度是越來越大 我們會發現世界越來越亂 沒有啦 那個是開玩笑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Android can be viewed somehow 可以被視為是去量測 從分子的level去看這個亂度大小 那怎麼說呢 所謂的亂度 Some dynamic functions that describe the number of arrangements 我們所謂的微狀態 因為有新名詞 microstate 微狀態 the number of arrangements 它有幾種可能的狀態 就決定了它的亂度的大小 它如果只有一種方法 可以排列整齊 排列到你想要的方式 那它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沒有 就只有那種狀態 但是如果說它要某一個狀態 它是有好幾種方法 可以達到的話 那它就可以有比較多種可能性 那它的分布 它的微狀態的分布情形 就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每一個arrangement 我們如果說它是處於一個 microstate的時候 那麼nature spontaneously proceed to the state that have the highest probability of existing 最可能出現 或是它最有可能存在的狀態 nature就自然 一定會朝那個方向去前進 ok 所以它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 當一個你要到達一個狀態 它的microstate越多的時候 它越容易到達 the more ways a particular state can be achieved 那就越容易到達 ok 好 舉例來講 the greater likelihood 就是越容易去到達你的狀態 好 那有些人 可能同學會覺得有點困惑 一個脂肪反應 跟它的機率有什麼關係 扯得上什麼關係 跟機率有什麼關係 來我們來看這個情況 可能會比較了解 如果說我們現在有四顆球 然後要 它可能是在左邊或是右邊 左邊右邊 那如果我要讓這四顆球 都在左邊的排列方式有幾種 一種 只有一種 那如果說我現在要左邊三顆 右邊一顆 它可以排列方式有幾種 會有四種 那如果要兩邊各兩顆 一半一半的話 六種對不對 有六種就是那個 C多少 取多少 所以這個排列組合 它會有六種情況 那如果現在要左邊一個 右邊三個 右邊只有四個 那如果要全部都在右邊的話 只剩下一種狀況 所以你們有看到它的排列 變成是一個分布情況 那分布情況是 一、四、六、四、一 所以哪一種情況最可能 兩邊那個兩個兩個那一種 因為它是四多 它的那個機會比較大嘛 它有六個可能性 所以它變成是 是在大自然裡面它發生的時候 它最有可能的那個發生的趨勢 最可能的 所以這個跟它的microstate 跟它的狀態 它的微狀態的數目 或是機率有關係 所以我們才說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of a state 就是一個狀態 它發生的機率 跟它可能的 微狀態的數目有關係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ways microstate in which the arrangement can be achieved 有關係 然後這個 當你的數目越多 我們剛剛舉的只是四個球的例子 你的數目越大的時候 你的那個球的數目越大的時候 這樣的趨勢會變得越明顯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說我們剛剛 probability of finding all the markers in the left 我們剛剛是看四個球 都在其中一邊的時候的機率 那如果說現在你數目一直增加的話 你要譬如說 你說6乘以10的23次方 1 more 1 more 6乘以10的23次方個 6乘以10的23次方個球 你都要讓它只有在左邊 沒有在右邊的機率有多少 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很小非常小 但是如果你要讓6乘以10的23次方個球 它剛好左邊右邊 剛好一半一半的機率是多少 一定是最大的 一定是最大 而且比其他的機率要大很多 所以它自然發生的曲式 就是你一旦法打開了之後 它最後會是兩邊各一半 因為我們說它 從熱力學的語言來說 它的量 它的亂度最大 它的微狀態最多 所以為什麼氣體的膨脹是自發型的 gas expansion 因為它最後要讓兩邊的container 剛好具有一樣的數目為狀態的數目是最多的 那如果反過來 你要讓它反過來 所有6乘以10的23次方個球 都在同一邊的機率 那個是微乎其微 As for the reverse process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所以它不是一個自發反應 除非你有一個外力去push它 不讓它過來 那這時候就已經有外力的參與了 我們所謂的自發 是在沒有任何外力的影響的情況下 那所以讓它在同一邊 它的微狀態很少 它不是一個自發反應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me 只有一個微狀態 就全部都在同一邊只有一個 所以它不是一個自發反應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做positional entropy 跟它的位置的亂度的關係 當然一個氣體 它expans into a vacuum 從一個氣體 它要在真空當中膨脹 膨脹 because the expanded state 哪一種機率最多 哪一個亂度最大 哪一種你要氣體的亂度 還是liquid還是solid 氣體的亂度一定是最大的 對不對 固體呢 最小 因為你要讓它均有規則的排列 所以它的亂度是最小的 那liquid是介於氣體跟固體之間 好 所以the solution formation 容易的形成 它有一個自發的傾向是什麼 比如說你現在一個這種液合的 糖放到水裡面 或者是兩個不同的容易混合 它的自發的傾向是什麼 是均勻混合吧 如果假設它們是可以互融的情況下 均勻混合對不對 the solution formation has a natural tendency for substance to mix 當這兩個liquid are mixed to form solution 那麼 the molecule of each liquid have more available volumes the more available positions 就是它能夠一杯水 就是它能夠一杯水 一杯容易 一杯容易如果它是現在a跟b混的話 a跟b混 它的自發傾向是什麼 是均勻混合 為什麼 我們說亂度大 那你從它的positional entropy來看 那表示的是a這個分子 在還沒有混之前 它只能局限在這個區域 但是它一旦允許這兩種一體混合的時候 對a來講 它可以擴展到哪裡 擴展到原來這個區域 也就是說 對a0q來講 它現在可以自由活動的區域 變成這麼多了 對不對 它可以排列的有這個可能性又更大了 懂嗎 所以a的亂度增加 然後對b來講一樣 像b的亂度當你混的時候 它bMalq 現在也可以跑到這個區域來 所以對b來講 它的亂度有增加 那對a跟b來講 亂度都增加 所以它能就 對兩邊來說都是一個好的事情 所以它會自發 會自然發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predict一下 來predict the sign of entropy change 酒精的揮發 它是自發還是非自發 自發 自發 the freezing of water 非自發 非自發 compressing an ideal gas at constant temperature 壓縮在定溫下壓縮一個理想器 非自發 對它不可能自己說過來 你一定要給它一個壓縮去push它 heating an ideal gas at constant pressure 非自發 Ideal gas不一直加油 對不對 dissolving sodium chloride in water 就是另外一個自發 第一定律是能量守恒定律 那麼熱力學的第二定律 就跟亂度有關了 他講什麼呢? In any spontaneous process 對任何一個自發反應來說 對整個宇宙他都是increased There is always an increase in the entropy of the universe 宇宙的亂度是永遠是增加的 永遠是在增加的 然後可以看上一頁 上一頁 為什麼C是正? 酷啊 C Heating an ideal gas at constant pressure 因為加熱了 加熱的話 他的那個 他的 他的 他的能夠怎麼講呢? 在一個定壓 然後在一個container裡面 他的動能變多 變高 所以他的活動會變得更劇烈 所以應該是這樣 所以是他的亂度應該是增加不錯 所以第二 Universe entropy is increasing 然後再來 The total energy of the universe is constant 這個是熱力學第一定律講的 能量守恆 但是第二定律講的是有關傷 有關亂度 他是對宇宙來講 他是一直increased 一直增加的 好 那這邊 你就要對system surrounding 跟 universe 的概念要非常清楚 不然有可能會get lost 來 看一下 我們在討論他是 亂度增加減少的時候 我是從universe的觀點來看 universe 不是system的 不是寫system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不是system 所以對universe來講 S是大於零他才是自發 那如果是小於零的話是非自發 那等於零的話呢 他對他來說自發也沒自 非自發都沒差 沒有反應好 no tendency to occur 也就是說 他既然沒有傾向要去朝任何一邊發生 那他就是處於一個平衡的狀態 所以加熱那個氣體是可以自發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我們 當然氣體他不會自己加熱 但是我們如果針對 對這個氣體去heating的時候 去heat it up 對給他能量的時候 那他的heat 他的這個 heating ideal heating ideal gas at constant pressure 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外界去給他heating 他本身當然是不會自己去加熱 但是他加熱了之後 我們對他加熱了之後 他的亂度是增加的 這一題可能第C的這個 有一點confusing 那個沒有關係 先不管他 我們先繼續看 把第二定律這邊講 所以A process from which the system 他有可能是小於零 Delta S system 是小於零的時候 他也可以是自發的 只要整個surrounding 他的Delta S的變化超過他 最後總和Delta S universe 是大於零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自發 這個跟之前我們在講 第一定律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在第一定律 我們去判別 Delta H、Delta E 都是從system的角度出發 但是對entropy來講 我們討論的是整個universe 好 所以我們考慮這個好了 好 Let's consider the change of state for one more of water 比如說從液體到氣體 好 從液體到氣體的話 他的一目爾的liquid water 他的體積是18ml 好 那對一目爾的水分子 他的體積可能是31ml 在EATM的時候 那所以對於氣體 水的氣體分子來講 他的entropy 是不是變大 對吧 Position in entropy Position of probability 本來是只有18ml 但是現在對水 他有31ml的空間 他可以去來去跑動 所以他的潤度是增加的 所以對於system 一碎 的這個 當作體系 他的角度來看的話 德韓S是大於0 是增加的 那對surrounding來講呢 我們還要去考慮到surrounding surrounding的sign 跟什麼有關係 你的heat flow 你的熱子的流動 還有呢 跟什麼有關係 跟你的溫度有關 surrounding 他的magnitude 跟他的temperature 也有關係 來我們舉例好了 從例子這邊 可能會比較好理解一點 不然會有點抽象 來我們考慮一下 如果現在是一個放熱的反應 放熱的話 德韓小於0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現在一個放熱的反應 他放了50焦爾的熱 to the surrounding which becomes thermal energy 他變成了熱能 好 那變成了熱能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 this flow of energy increase the random motion of atoms of the surrounding 他得到這了 他受熱的話 是不是開始動得更劇烈 好 那這個時候 對surrounding來講 他的亂度是這樣 是不是就增加 就增加 好 那所以對surrounding來講 delta s 是大於0的 好 那對於一個infothermic 一個吸熱反應呢 heat flow是怎樣 heat flow的話 from surrounding 反過來 from surrounding to the system 好 所以這時候 他其實反而降低了 surrounding的這些分子 他的random motion 因為他熱給了system 他就變少了 那熱變少的時候 他其實運動就會慢下來 and therefore decrease the entropy of the surrounding 所以對於一個indothermic 來講 他的delta s 是小於0的 好 那所以我們看的話 如果是液體一樣 現在要氣化 we already know 我們已經知道 對system來講 對system 對這個水的system來講 他是大於0的 他變亂嘛 他本來從18ml 到30ml 他的 他的那個 positional probability 增加了 所以他的system的entropy 是增加的 好 那surrounding的話 來看 因為vaporization of water 他是一個 看一下 vaporization of water 他是吸來放熱 吸熱 對不對 他必須要吸熱 他才會 揮發氣化 所以他是一個 需要吸熱的反應 那吸熱反應 我們剛剛說了 其實對surrounding來講 他是小於0的 好 所以你看 對對對vaporization 的時候 deltaS system 大於0 deltaS的 surrounding 效於0 ok 那 那 那 what is the exact relation between deltaS 跟surrounding surrounding surrounding s的entropy change 跟什麼有關係 跟溫度會不會有關 你想一下 有啊 會跟溫度有關 跟溫度 跟他heat 怎麼 他的heat flow 他的熱的流動 怎麼從哪裡流到哪裡 是有絕對關係的 the entropy change in the surrounding 是determined by the heat flow 跟熱怎麼流有關 好 那如果剛剛說了 放熱的時候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spontaneity 好 那 這個 這個放熱的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去 去決定他 他熱怎麼流動的 但是也跟溫度有關 這個記號 好的 the exhaust exhaust thermicity 就是他的放熱性 as a driving force 跟depends on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he process occur 他跟他所在的溫度有關 好 所以driving force provided by the energy flow 跟他的magnitude of entropy change 有關 也就是跟surrounding 他的 他的亂度變化有關 這件事想好 沒有問題吧 好那這個 surrounding 他的亂度的變化 又跟什麼有關 你的熱跟他所處的溫度 熱跟你所處的溫度 你在不同的溫度的時候 即使是同樣的熱量的變化 但是在不同溫度的時候 對他的亂度的變化的影響 是不一樣的 所以對surrounding來講 他的surrounding的亂度的變化 是要quantity of heat delta H 除以溫度 才能去quantify 他surrounding的亂度變化 surrounding的亂度變化 對於一個exothermic的話 當然他是這的 但是你還要考慮他的溫度 他的溫度的效應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對於一個吸熱的反應來講 他吸熱方面決定了他的正負號 對於surrounding的話 indothermic吸熱的時候 surrounding他是負的 他變小 但是你還要除上他的溫度 所以這邊 surrounding的定義 surrounding的亂度的變化 的定義出來了 是等於-delta H除以T 為什麼說他跟溫度有關 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其實對於同樣一個heat flow 他的熱的流動大小 如果是一樣的時候 但是在不同的溫度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surrounding 他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the impact of the heat transfer on entropy is greater at low temperature 你想啊 你如果溫度低的時候 跟溫度高的時候 他的entropy 對surrounding他溫度高的時候 跟溫度低的時候 他surrounding的entropy change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不一樣 一個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雪中送炭 在低溫的時候 低溫的時候 你只要給他一點熱 那個entropy change 感覺就會很明顯 但是如果是在一個 相對高溫的情況下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井上天花 他的entropy change 對surrounding來講 他的相對的變化 就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我們考慮了system 它的亂度的大小 也考慮了surrounding的亂度的大小 但是最終要決定這個過程是自發還是非自發 你要考慮的是universe的 universe的entropy change是大還是小 好 所以如果delta is universe 他才是最終決定他這個過程是自發還是非自發的因素 譬如說怎麼決定universe 它的entropy change的正符號 當然如果surrounding跟 如果system跟surrounding 它的entropy change 都是同一個符號的時候 譬如說都是正的 或都是負的的時候 那就沒有什麼好去討論的 兩個如果都是負的時候 那delta is universe 一定是負的 如果兩個都正的時候當然也是正的 但是如果正一負的時候 那你就是考慮誰大誰小 來決定他最後universe的entropy change是正還是負 那這個時候就跟什麼有關係 跟溫度有關 好 所以當surrounding跟system 這邊應該改一下system 他們的entropy change 剛好是符號相反的時候 那最後universe的entropy change 就跟溫度有關 跟溫度有關 好 譬如說你想一下這樣的情況好了 對於水 它要從liquid變成gas 它在大於100度C的時候 是不是自發 是 但是對於liquid要變成gas 但是是在小於100度的時候 它是不是自發 不是自發 不是自發 對不對 或是在10度的水好了 你要讓它從liquid變gas 是不是自發 不是 所以這邊跟牽涉到它的整個universe entropy的改變 而這個改變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就是溫度 所以這之間的那個相互關係 來看一下這邊有一個表 兩個system surrounding 還有universe他們的entropy change 正正另外一個一定的正 然後呢 負負 universe一定是負 那如果一正一負的時候 跟一正一負跟一負一正的時候 那就不一定了 你就看誰大 對不對 看哪一邊大 來決定 它的那個magnitude 如果說一個是這邊比較大的話 那最後universe是大的 那如果是這邊負的比較大 那最後它就是負的 去看是有哪一個termline決定 好 再來體會一下 再一次來體會一下 對於一個放熱過程 能不能確保它是自發 想一下 自發跟放熱有沒有絕對的關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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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放熱反應 它只能告訴你說 它最後的能量是 比它初始能量要低的 它放出熱量給surrounding 但是不能確保它是一個自發的反應 比如說 the freezing of water 水結冰 它是一個放熱反應 但是是不是自發 水的結冰是不是自發 它是放熱反應 但是它是不是自發反應 不是 而且要看情況 不是 不能說不是 你要看情況 看它所處的溫度 如果它是在一個很低溫 低於0度 那當然是一個自發 但是如果是在100度 你要讓水結冰 不可能 它不是自發的 那一樣的 an increase in disorder of the system also does not ensure spontaneity 如果對一個系統 對這個體系 它的亂度增加 能不能確保它是自發 不行 一定是要從整個universe來看 才行 才能決定 舉例來講 冰的融化 冰的融化對冰來講 它的亂度 增加 它的position entropy增加了 但是它是不是一個自發反應 要看情況 看什麼情況 看溫度 對不對 看溫度 所以它是一個 它體系的亂度增加了 但是也不確保它是自發 你要depends on the temperature 它是在哪一個溫度下來決定 因為這個時候考慮到的是什麼 你還要去考慮到 surrounding 它的entropy change 你不光是考慮自己 你要考慮周遭的人 它的亂度 那一定要整個加起來 對整個universe來講 亂度都增加 它才能確保它是一個自發的反應 所以一個自發取決於 surrounding 的entropy change 跟system的entropy change 它是兩個因素的組合 今天大概就先 謝謝 謝謝 謝謝